这台就是2024年Sony最新推出的 Bravia 7全新4K mini LED显示器 搭载Sony高端显示器专属的 XR认知智慧处理器 就是要给Sony的爱用者 维持最完美最赏心悦目的观影体验 Hello大家好我是魏魏先生 在历经了两年4K投影机的体验之后 我们家今天就迎来了一台全新的 4K显示器 而且来的还是一台才刚刚问世的 Sony主流系列Bravia 7 对于Sony的显示器 我一直都抱持着非常期待的心情 因为每次到展间看着各样的显示器 一字排开的时候 我总觉得Sony家的显示器 看起来就跟其他家不太一样 但到底哪里不一样呢 今天我们就透过这台Sony的Bravia 7 一起来聊聊吧 这次开箱的Sony Bravia 7 55寸4K Mini LED 是2024年6月份才上市的新品 从外观看起 以我们观影的角度正面看过去 极窄的无缝边框设计 保有经典简约的Sony Logo 这系列的显示器有 55、65、75、85四个尺寸 以及四段式可调整底座的设计 窄支撑与宽支撑 能够因应不同尺寸的电视柜 如果要用来搭配Bravia Theater 或是自己的Soundbar 家庭剧院 还能升高底座来增加家庭剧院的收纳空间 让显示器跟音响更能融为一体 用来因应不同家庭的格局 以及电视柜的配置 看完外观 接着我们来看看它的ioport支援吧 Bravia 7支援了两个USB Type-A 一个数位音讯输入输出的音源孔 以及四个HDMI接孔 其中第三个跟第四个HDMI 还支援了4K 120Hz的更新率 第三个也同步支援了eARC 用来支援连结音响系统 硬体算是给的很足 基本上显示器、电脑、电动跟音响 都能够同时接上这台Bravia 7 另外不得不提 Sony连不常看到的背盖 都画了一些巧思来做格纹的设计 我觉得光从这一点就能看出 品牌对于产品的用心程度 外观硬体看完之后 接下来我们是要进入 这台电视的重头戏 Mini LED Bravia 7跟最高阶的Bravia 9 使用的都是Mini LED的面板 搭配Sony他们自己独家的XR 极致精准背光控制技术 让Mini LED可以发挥到最高的极致 提供更明亮的画质 提高对比度 还能够减少光晕的问题 画质不仅是逼近了OLED 还可以更亮更耐用降低它的耗能 以及荧幕延迟 还有XR Motion Coreality 及顺敏锐 都是以智慧的方式强化4K画质 把影像的噪点降低 再来这台显示器 它可以分析画面中高速动作的物体 让Mini LED的背光准确的去同步 这样子让我们在看运动赛事 或者是2024最夯的奥运赛事的时候 都能够流畅又清晰 我们家因为小孩还小 所以当时搬来清土的时候 我就把家里的Soundbar全部都送出去了 不过这次打开Bravia 7 看了几部电影跟听了一些音乐之后 可以跟大家说 我觉得Bravia 7 就是一台内建了小Soundbar的显示器 这台它支援了杜比Atomus 跟DTS-X的技术 扬声器可以从两侧播放出来 营造出虚拟的环绕声 那我们在看节目的时候呢 就更能有临场的感受 像我自己常常会看新闻啊 股市或者是那种有主持人在讲话的 谈话性节目 全新的Voice Zoom 3 也能透过AI辨识人声来调教它的音量 把人声放大 这样就可以打造出更清晰的对话表现 Sony的显示器啊 虽然我在家里面过去都不是天天用 但因为我爸妈家他们搬新家之后 新买的电视就是Sony 85寸的显示器 所以操作上呢 我也算是略懂略懂 这台Bravia 7它内建了Google TV 在我们家要怎么使用Google呢 基本上是连小花生都知道的事情 那现在连Bravia 7 它都推出了语音搜寻功能哦 只要拿起遥控器 按下Google的语音搜寻助理 这时候呢 搜出你想要看到 或是搜寻的片名 甚至是影集 就能够马上跳转到 我们想要观赏的影片 或者是节目 那我们家平常最常使用的一些软体啊 像是YouTube Netflix 或者是Amazon Prime 各大串流的影音媒体 都已经内建在这台Bravia 7里面了 那在这台电视里面呢 还有Sony的独家影音平台 Sony Picture Scroll也有哦 魏泰啊它现在最常追剧 使用的呢就是Netflix 这台Bravia 7啊 它还有内建专业的影音校正模式 在Netflix Sony的Picture Scroll 还有Amazon Prime上面都可以运行 所以最近我们家在用这台显示器 追剧看电影的时候呢 都像是进到一个小型电影院里面的那种 关锯感受 这台Sony Bravia 7啊在我们整个 不管是看电影听音乐 或者是看新闻追剧 这些体验下来之后啊 我觉得它优点真的非常多 只有一个缺点 就是我发现55吋的显示器呢 对我们家来说真的是有点太小了 因为我们家的客厅啊 比较深一点点 所以未来呢 如果家里面真的要入手一台 Bravia系列的电视的话呢 应该就会直上85吋的显示器 推荐大家 如果你们今天想要换一台新的显示器的话呢 Sony主流系列的Bravia 7 我觉得会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好的 以上啊就是今天这台Sony Bravia 7 4K Mini LED显示器的开箱体验分享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啰 拜拜